今天和你下约在这里一起分享大家的故事和情感历程 女人用情往往比男人要深得多 因为爱上一个人就希望得到这个男人全部的爱 虽然专情但也有一些知识 不过女人若是想要一直留住男人的心啊 就一定要学会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让男人离不开你 第一个要学会给他做好吃的 男人都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上得了天堂下得了厨房 其实自古以来贤妻娘母都是会做饭的 因此男人希望自己下班回来以后 能够有一桌肉气腾腾的菜饭等着自己 因为和爱人一起吃饭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不管你做的好不好吃 至少你在上面花时间花心思了 那男人就一定能够感受到你的爱 第二个要学会倾听 在婚姻生活中男人的压力啊不可否认 要比女人大得多 其实男人的经济基础是占着绝大一部分的因素 因此男人在工作上遇到了房心事的时候 他一般会愿意跟你说 那是因为他信任你爱你 所以女人要学会倾听 如果是不懂得怎么去回复他 不如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 第三个要学会鼓励自己的男人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尊心 男人的自尊会比女人更强更重 因此男人若是在外面工作了一整天 辛辛苦苦下班回来 得到的却是满满的否定和怀疑 可想而知男人的心情会低落到什么程度 因此女人一定要学会去鼓励自己的男人 可能是你一句简简单单的鼓励的话 对他来说却是满满的正能量 女人一定要明白 陪伴是让感情长久的良方 你若爱他就一定要耿住他温暖 耿住他爱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请关注我 也欢迎大家